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首期节目过后 王心灵凭借一首爱你突然火遍了全网 她也成为这一季唯一一位出圈的姐姐 既然王心灵火了 节目组当然要给王心灵更多的镜头 只是正片内容已经很难修改了 于是在乘风破浪的姐姐衍生节目突袭训练室中 我们看到了很多王心灵的镜头 不得不说湖南卫视太会了 虽然黄小蕾和吴墨仇被淘汰了 但节目组还是破例把他俩请回来了 因为他俩是王心灵在节目里结交到的两位好姐妹 黄小蕾 吴墨仇 王心灵 吴景妍 四位姐姐在第一次舞台公演的时候都是谈笑一声组的 四个人的相处得很愉快 当黄小蕾和吴墨仇回归以后 我们发现王心灵开心了许多 不再像之前一样闷闷不乐了 突袭训练室并不是唱跳嘉练的节目 而是聊天做游戏的节目 在聊天的过程中 王心灵谈到了自己30岁之前的状态 王心灵说自己最忙的时候年出一张专辑 年中一张专辑 年末还有一张专辑 还要在中途去拍一部戏 那么王心灵说的这种状态具体是哪一年呢 其实不难猜 熟悉王心灵的朋友都可以脱口而出 这是2005年 纵观整个华语乐坛 在千禧年之后 最强的一年就是2005年 那一年的华语乐坛绝对是神仙打架的一年 就在这一年王心灵发布了三张专辑 第一张专辑是2月18日发行的《恶命》 第二张专辑是7月发行的《精选专辑》 《闪耀2005新歌加节奏精选》 第三张专辑是12月27日发行的《森迪威忧》 这张专辑甚至可以说是王心灵最强的一张专辑了 这张专辑有睫毛弯弯 我会好好的手表和梦的光点 王心灵凭借节毛弯弯获奖无数 要知道那一年的华语乐坛 随便拿出一张专辑都可以吊打现在 那一年周杰伦有11月的肖邦 SH有不想长大 蔡依林有JM 林俊杰有编号89757 桃者有太平盛世 以及超女三巨头李雨春 周笔唱 张亮颖也在那一年诞生了 在那一年想获得成就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好听的歌太多了 这一年也恰巧是王心灵最巅峰的一年 在这一年中 王心灵不仅在音乐上获得了很高的成就 同时也拍摄了一部偶像剧 它就是微笑Pasta 这部剧在当年非常火 王心灵的代表作之一彩虹的微笑 就是这部剧的原生音乐 微笑Pasta拍摄于2005年 在2006年夏天正式播出 如果现在提起偶像剧女王的话 可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陈乔恩 但其实那时的王心灵 才是名副其实的偶像剧女王 只是王心灵将更多的心思放在了音乐上 并没有拍摄大量的影视作品 所以很多人都忽略了王心灵还演过戏 虽然演的不多 但王心灵的剧可都是经典 王心灵的巅峰期原本是可以保持更长的时间 但也就是在这一年 王心灵的事业遭遇重创 她的前男友突然曝光了二人的亲密照 已是之间王心灵甜美少女的形象碎了 这对王心灵的打击是很大的 或者说这对于任何一位女孩的打击都是很大的 好在王心灵慢慢地缓过来了 只可惜她的人气开始慢慢地下滑了 如今的王心灵已经看到了一切 她说希望自己40岁之后可以慢下来 目前看起来这不太可能了 因为王心灵已经凭借乘风破浪的姐姐翻红了 她的代言费 身价也已经水涨船高 连官媒都在力挺王心灵 这一季王心灵是肯定会成团出道的 据说演唱会已经在筹备了 音乐综艺和影视资源也找到了王心灵 她想慢下来的愿望似乎要落空了 其实王心灵之所以能翻红 主要是底子过硬 演技唱功都在线 差的就是一个机会 看看2005年的王心灵就知道她有多强了 翻红绝不是偶然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